B股期间很多人的气冲病症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是B股的第三天出现了口臭 这个呢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一定要听好 B股期间很多人出现舌苔发厚 发黏发白发黑 还有口骨口色 还有喉咙很干涩都是很正常的 这期间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多年累积的气体通过我们的肺部排出在体外 所以说这也是排毒的一个过程 B股期间我们不吃任何食物的过程当中 身体的五脏六腑完全休息的时候 体内的毒素垃圾都在往外走的一个过程 这都是很正常的 通过我们的毛孔都在打开呢 B股期间有些人出现体香 有些人出现体臭都是很正常 你体内的毒素垃圾排完了 自然就恢复正常了